我今次讲到处理负面思想和情绪 原因是因为我们想释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内面所有负面思想和情绪的处理 否则是会对我们很大影响的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我初经历圣灵的时候 我随时一想到耶稣 我一爱耶稣、喜欢耶稣、想到耶稣 我一想到耶稣就涌出来了 我不用特定的时候 不用时间 随时一想到耶稣就立刻起落 还有能力 我立刻感觉到能力 立刻感觉到爱 可以感受到爱 就是被爱的感觉 这个真的可以与神有密切的关系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个人 我真的想打电话给一个人 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经历 但是那个人是很抗拒性联工作 当我分享的时候 他很生气 很生气 他发脾气 然后他挂断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然后我就立刻在祈祷的时候 我发觉没有起落 即他起落回不了 因为他的心是卡住的 在那时候神提醒我 是需要处理的 但是我不是有做错事 我不能够说我做错事 和你分享是错的 但是我怎么说呢 我就跟他说 如果我灵灵不开心 请你原谅我 就是我灵灵不开心 请你原谅我 但是那个人依然发脾气 又是一样挂断电话 然后我就说 我已经处理了 我已经做了我可以做的 我就放手了 放手了 一祈祷 有起落了 神就提醒我 以后有什么问题 就立刻处理 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不开心 被人影响 立刻处理 那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一个锁匙 那我问大家 一个问题 能够 继续有平安喜乐 重要 还是取回公道重要 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我们是否能够 时时拿回公道 是否一定有公道 没有的 周时可能损失的东西是没有公道 但是神可以给我们 但是人来说 是未必能够拿回公道的 那这一件事 我们明白到 我们就能够放手 就是哪一件事更重要 当你说平安喜乐 重要 为什么平安喜乐 重要呢 因为当你有平安喜乐 你的人就有力量 你就可以被四年充满 和神关系好 又带着能力祝福人 你也都享受生命 但如果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就算一个人有很多钱都好 每天享受到有的都好 不是一定有钱的人一定会开心 有些人有钱带到家里有很多斗争 其实他都会很烦恼 这样的时候 他其实 如果他是一个基徒 他是发挥不到生命的 所以我们想发挥生命 又享受生命 一定是 揭进一切的能力 保持跟神的关系 以致神的同在 再带来平安喜乐 就不会因为任何人 任何事情 任何发生的事情 或者人家对我们不公平的地方 而受影响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锁示 大家两口相信 接受 就是说 平安喜乐和神的关系 最重要是超过一切 是超过一切的 是超过一切的 但是呢 因为你有技术 我们就不是说 做错事都不要紧 总之开心 我们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说到神的关系 那种的喜乐 不是说 总之开心 这个是错的 我不是说总之开心 而是说 跟神始终 是要保持这种关系 以致我们有平安喜乐 这个就是 我希望大家都会说 跟神关系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我们今次说到 就是处理负面的思想和情绪 其实这两样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影响力先的就是思想 思想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们一起读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 聖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就是说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 就是譬如 我们和人的关系 我们的 我们如何发挥生命 我们如何生命内 一切的东西 都是由心发出的 心不正的时候 自然生命就有问题 但是心不正的时候 人就会有力量 整个人就会正 整个人就会正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一起读 起落的心乃是良弱 憂伤的灵死骨枯光 就是说 当一个人起落的时候 他就是良弱 他就医治他整个人的 你看到那些人 那些人就经常说 哪里痛 哪里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当你有平安起落的人 都会健康的 其实我已经66岁 但我看小小的字 我都不用戴眼镜 就是神的礼物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尽量 在平安起落的状况 还有我很少头痛 有些人头痛是加上便法 就是我很少身体上有痛症 我感谢神 神给我这种健康 就是说我们跟神关是好的时候 起落的心乃是良弱的 就是忧伤的灵死骨枯干 就是当一个人忧伤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舒服 我试过一次 有件事发生 即时反应 直接看着这些饭 吃不到 即刻吃不到 你真的看到 原来我们的情绪 是影响身体的运作 所以希望大家都会说 我又平安起落 是很重要的 又享受生命 又可以发挥生命 所以无论是什么事都好 你多不公平都好 神会给我们 我们走神的路 而我们是学去处理的 人要管理好情绪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情绪 情绪本身是人的自然反应 但因为人类犯罪之后 就变成情绪 很多时候会失控 以及会影响过人 影响他的思想 影响整个人 但当他管理好情绪 他人就会有平安 有喜乐 有力量 所以其实管理情绪 是非常之重要的 情绪也是加速衰老的 你想快点老 这个有没有人想快点老的 有没有人想快点老 真的很多人 我们认识 其实我认识 有些人他都挺长命的 不过他有二三十年是病的 其实这样生存也挺辛苦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健康的 好像我现在打球的 这个是网球的开球 这个是羽毛球的打球 这个是羽毛球的打球 我都是很有力的 神都给我这个力量 大家都可以的 当你跟神关系好 你的身体又会健康 有精神 不会整天黑眼睡 不会整天都累 不能够集中 还有情绪是应该全个人所有的 我们从上高一路读下来 好吗 第一就是免疫 消化 心血管 皮肤 腦部 呼吸 荷尔蒙 排泄 肌肉 神经 就是全个人影响的 免疫系统 就是说这个人容易病 你有没有发觉那些人 有什么打击呢 很容易就病的 就是因为免疫系统变了 消化 消化很快 因为你一不开心 立即不想吃东西的 心血管 哪些人最容易有心脏病呢 那些生怒的人 容易发生怒的人 容易猛疹的人 容易激气的人 那些人的心血管是容易有事的 皮肤 很多人的皮肤 不开心 那些皮肤又容易有敏感 有痕氧 各样的反应 那些脑 因为脑的运作 有些人就会说 当他不开心的时候 思想会混落 不能够集中 脑部不能够维持得不好 思想也会受影响 呼吸 那些人激气的时候 呼吸会很快 呼吸很快 其实不是好 就是他的心肺不健康 所以他需要呼吸得快 荷尔蒙 就是身体的荷尔蒙 整个人不平衡 排泄 可能 有些人都是 一去旅行 或者 有些不开心的事 立即不能去洗肚间 其实去到洗肚间 是一个恩典 肌肉 有些肌肉 有些人没有弹性 就是身体受影响 还有神经系统 整个身体的神经系统 就是整个人都会受影响 你想想你身体健康 其实这里任何一个系统 是不是有这么多个人 有这么多个人 有一个病都不要紧 是不是 其实任何一个有病 是真的连锁反应 一直影响杀人 所有的 而负面思想 是带来负面情绪 其实我们要明白 这两个是相连的 加拉太书六章八节 就是信着情欲杀重的 必从情欲收败 就是情欲 当一样不好的思想 不好的行为 就会引致我们有败位 当人觉得人生很难 神都不帮我的 这是思想 神不好 神对我不好 我做不到 我没用 我放弃 人对我不好 我想死 总之这些东西 会令人激动 发怒 烦恼 低沉 失望 痛苦 里面有很多这些东西 我自己 自从那次的经历 我是很留意 我里面是怎样的 当我发现我里面有些东西 我就问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不开心 为什么会有这种 或者是压力感 或者是猛 或者任何的东西 急 为什么有 其中一样东西 影响我 比较容易 就是心急 因为我常常都想写多些东西 我常常想写多些东西 去帮助更多人 所以我对于有些日常家务 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例如洗碗 我就想快点洗完 但我发现 当我心急的时候 我会心不舒服 所以我就学习 在洗碗的时候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一会 因为神的工 祂会给我足够时间做 我急都没用 我急反而不好 在洗碗的时候 就是想着耶稣 多谢你 哈利路呀 感谢耶稣 就不要去想 心急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 需要很赶的 很多东西 很赶 其实快而不急 是一样我们需要学 但也是很难学的东西 即是你要快点 但不急的 是很难的 其实一个人如果天天都心急 他迟早 他的心是觉得不舒服 如果大家发觉 你平日 会有 总之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不开心 压着 谷着 有些怯的 这些全部都会影响 人的情绪 影响他身体 和他和神关系 也会影响 影响他服侍 因为他的情绪 可以影响被服侍 所以 我们越松 我们祈祷 人们会有喜乐 今天 我们姐妹 第一次经历喜乐 昨天 我们都为一个人祈祷的时候 其他时他就笑 他说 他怎么会这样 我说这就是神的喜乐 临到他身上 就是说 如果我想自己的喜乐 我又想带给人 我一定要自己松 如果我不松 我自己带给人 是什么 是压力 有些人是这样 他里面没有处理好 他会带给人压力 所以你想 侍奉主 你想给神勇 我们学要处理生命 有一个管理情绪 ABC的理论 这个理论 圣经是有支持的 有些科学家 有些人所学到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应用的 ABC是可以圣经支持的 我说一说 ABC代表什么 A就是activating events 就是有件事发生 引致他有些反应 有些情绪反应 B就是信念 B就是信念 C就是consequence 就是后果 就是为了一件事发生 譬如这样 你不见了银包 那他的信念 有些人的信念 他会怎样说 神都不喜欢我 神就罚我 有些人会这样想 哎呀 我都是不好的 所以什么都黑仔 他会觉得 这些是不好的东西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哎呀 昨天有什么事发生 今天有什么事发生 明天有什么事发生 我真是做人难 最后就惨了 那他就会很烦 但你有个人说 那不见了银包 那就处理吧 那立刻去怎么做 都不要紧了 算了 失了钱 失了证点 都可以拿回的 那时候呢 他是处理 但他不会说 整个人很烦 很烦 就是他的信念 当他信念 觉得很紧 他就会很紧 他会很烦 也同样 我们看到有些老人家 他有病 老人家病 本来都是 其实年纪大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譬如两个人 都有绝症 一个就说 死了 我一生人又帮人 我又帮家人 我又爱耶稣 我又传福音 啊到我老 会这样 神真不公平 这样 如果他信念 当我有病 就是神不公平 他就会很激起 他会很生气 或者觉得 不公平 这个世界是不好的 好了 但如果这个老人家 他说 不要紧的 病不得 就上天堂了 如果祈祷 又可以让神 平安兴盛 又不要紧的 就算有些不舒服 现在有这么多药物 我心太轻松 祈祷 神有祝福 那时候呢 他一样可以有绝症 但他可以很平安 我见过有人 他有绝症 但有些人很不开心 但有些人会很平安 所以这是一个信念 譬如我现在已经想定 我又不是想定 我快点想快点死 其实我想长命一点 可以祝福更多人 我不是怕死 我今天我上天堂 我也很欢喜 但我想长命一点 去祝福更多人 那我又想过 如果到我老的时候 有病 那又怎样呢 那我又求耶稣医治 那如果耶稣没有医治 那如果耶稣没有医治 那又怎样呢 不要紧了 快点见耶稣 如果没有医治 那我又是更加拔着耶稣 拔着耶稣 就更加平安 轻散 我已经想定了 就算有什么病 我的心总是会正面 就算我躺在床上 那些人探望我 都说耶稣我爱你 耶稣祝福你 他们探望我 可能他们想安慰我 我说多谢你 多谢你安慰我 那我也要安慰你 耶稣很好 虽然我现在病 但我都很开心 我都不要紧了 这样的时候 那个信念是说 不要紧了 我有神不要紧了 那个后果就是 我会平安的 但是有些人 无论什么小事 我试过有一次的经验 我去买东西 那去到六点山门 刚刚去到六点 那天刚刚山门 我看着山门走进去 接着我就拍空门 麻烦你让我进来买 他说不行 够钟山门了 那一晚 我就发现自己不开心 我就在那里说 为什么不开心呢 我就在想一想 我只是没有买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试过 我去买东西 接着走到去 发现了门 有没有假错 一会儿都不等买 那我们就可能很开心 不开心很久 但其实那件事 是不是这么严重 其实哪里买过 是用多些时间 不过已经迟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人就会 唉 真的不开心 唉 真的好烦 就会影响他整天 或者甚至他不知道做什么事 他又会 为什么会不开心呢 有时候有些人就是一件事 我认识有些人是这样 考试考不了 被人伤害过 失戀 会引致有情绪病 甚至精神病 其实不要以为很难 我说的事情是提醒大家 预防 譬如有什么事发生 你就发觉你慢点不开心 你就可以慢慢变成负面情绪 又负面情绪呢 就可以有情绪病 就是觉得整天都会不开心 又有精神病就会严重 精神病整天就会失控 就会很难处理 甚至要捉去精神病院 其实 后果是很严重的 大家想不想这些事发生 不想你就早处理 即一早处理 圣经也说了 其实借孙所说的 圣经也有说的 就是说 一个人的信念 当你的信念 恶人所想的信念 他自然是带给他破坏的 一个平安兴散信靠神的人 他的信念就会带给他平安和力量 圣经也说 恶念产生恶言和恶言的后果 就是恶念 善人 一起读 路加路章四五节 善人从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 就算出恶来 就是他心里装着他就走出来 当我这个信念 人都是不好的 他的人自然说话 他的心态 他的情绪 他见到人就会怂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到有些人怂的 如果见到有些人怂 你就要处理 以至你见到人的时候 是祝福 有些人是会过 就算基督徒也会过 他会怂的 我曾经试过一次 一个牧师 那个秘书跟他说 有谁来找他 你会说句什么 是说句属于粗口的 唉 意思就是 这个人就这么坏 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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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帮他 但是一看出他 一时冲动 我不是说这个牧师不可以 这个牧师有很多好的 但一下子冲动 就爆了出来 这个就是人的 里面 心里所存的 当一个人心里所存的不好的东西的时候 他自然很容易就会不开心 但是有些人说 我都不是坏人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很不开心 其实 基本上不开心 都是因为我们 看重人 怎么看我们 看重事情 要顺利 看重我得到些什么 人家是否对我好 当我们看重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失望 失望就会不开心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处理的 譬如马大 事后的 一起读一下 路加十章四十节 马大事后的事多 心里忘乱 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 留下 我一个人事后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马大 马大 你为他多事 思累繁妖 他的问题 不是他做事 而是他做事的时候 他心里忘乱 他就急 他就怯 他又不开心 他一直做 他一直做 有没有搞错 马里亚不来帮我 有没有搞错 他真的这么不好 为什么不帮我呢 其实呢 马里亚去帮他 其实都是好的 这个 都是应该的 不过马里亚就选择 听耶稣说话 那 其实 这个有事有非 马里亚到底是否应该 去帮他姐姐呢 或者有其他人帮他姐姐呢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但是最重点 就是马大 当他妹妹不来的时候 他的心就怯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他不帮我 我都可以 其实他也可以 心态是 不要紧 我做得这么快 这么慢 我一个人做 就做慢一点 慢慢来 又不死 他可以用这种心态去看 但当他的心 怯的时候 觉得不公平 他就会生气 他一路做一路鼓 而这些鼓奴 最后他也是找耶稣说 就告诉他 麻烦你请我妹妹来帮我 那 那 那 耶稣就说 就是你的心急 而猛 初五的信念 是会影响人的情绪的 初五的信念 我们有时候 有很多错误的信念 在这里 你们不要读 我读 因为这些不是好的信念 情况不好 我必要烦 很多人都是这样 事情不顺利 当然烦 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 当然烦 这样 其实不是一定 是不是事情不顺利 一定要烦 不是 就是因为事情不顺利 而烦 所以带来很多不好的后果 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观念 事情不顺利 我就找解决方法 我就亲近神 找解决方法 就是说什么事发生 我们都是亲近神处理 求神帮我们加力量 我们就能够处理 其实什么事都一样 但是有些人 他的信念 就算基督徒也是 就算全道人都会有 哇 那些人听话 真的烦了 全道都烦了 真的烦了 真的烦了 真的没有力量 真的没有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怎么看呢 就是他觉得 事情不顺利 我就要烦了 那这个信念就是影响他的情绪 所以我们要留意 我们里面有多少错误的信念 大家想不想到 有什么错误的信念 总之你留意你什么时候烦呢 什么时候烦 什么时候不开心 你看到人 比如说 教会总有些软弱的人 有些不听话的人 有些不爱主的人 当你看到神 他会说 我搞错这些人 回教会 为什么会这样 都不听话 当我们有这种猛的情况 我就问 为什么我会猛呢 因为我背起人的责任 其实人总是有 曾经我有个圖 不是有个三个人 那些不爱主的 那些翻教会 不爱主是最多的 烦恼的 对耶稣关系 都不稳定的 那些是最多的 比较稳定一点 又少一点的 然后 爱主的 侍奉主又少一点 然后委身 有策略性侍奉 那些更加少的 很多很多是不听话的 好了 当你看到那些不听话 那些人经常都说 哎呀 那些人不好 我真的很烦 很烦 真的都 令到人生气 其实这样的时候 他还有没有起落 没有 所以呢 每一个人做的 是他的责任 我去帮他 不过帮他也有两种心态 一个心态就是很猛 教练都不听 另一种心态就是 我尽力帮你 我帮到多少就帮多少 帮不到的仇 是你的责任 但我会继续为你祷告 我会关心你 这样的时候 他就不会生气 我们看到耶稣 很特别 当彼得快要认耶稣 耶稣有没有 哎呀 你真的令到我激气 激怒我 一人爆了 好似你这样 怎样将来建立教会 耶稣是不是这样反应 耶稣不是 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止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就算耶稣说那些门徒 小信的人 接着他就说 你们没有用 你们没有信心 是不是这样 他说不是 你有信心最后一粒介绍是 你能够移山 那些门徒 就是耶稣虽然 他有指责他们的事物 但是他接着所说是被他们盼望 这个就是耶稣 他不是猛烈的 所以耶稣能够说这句说话 没有人真的能够这样说的 我心里柔和谦卑 他真的很柔和谦卑 我们就学习 不要紧的 什么天意下来 有神挡住 神会搞定 总之我就是可以做得多少 有什么不顺利 不要紧 那你就有喜乐 有平安 为何那么多人的心 谷着谷着谷着呢 就是因为 很多这些谎言 在心里面积迹 以至 心里面 积迹到病 但那种病 不是真的看得到的病 情绪病 是外面看不到 但他里面知道自己有些情绪的问题 好了 第二个谎言 人不好就要骂 有些人会这样说 那么不顺利 当然要骂 骂人就得胜 我骂他 我就比他更年轻 这些都是谎言 其实 是不是要骂就最好呢 我想问 有人骂你 是不是跟着你就好听话呢 不是的 但有人爱你 关心你 扶持你 是不是你更加会被容易改变 所以 骂不是一个好方法 但有些人说 我真的忍不住 那就要处理 就是说 我们要分辨 我骂有更大的破坏 那不如我就放手 轻轻松松 好像耶稣 我柔和谦卑 你来到我那里 你就可以得到安息 耶稣就是平稳安静的 那我们就学习 好像耶稣那样 不要紧要的 一切有神负责 就是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七人神有力量 有平安喜乐 我们自己的生命平安喜乐 我又帮人平安喜乐 他不听话 我继续帮他 但是帮到多少就多少 不要紧要的 就是不会坏的 好了 另外呢 方言 蠢人没有弱衣 蠢人没有盼望 没有希望 因为他们没有弱衣 他们是不行的 这种有另一种创的观念 当他这样的时候 一见到蠢人 他就发火了 这些人真是蠢 都没有弱衣 他的思想就令到他有点错 总之凡是不合乎圣经的 就是跟圣经相违背 这些就对我们有破坏 我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自己 这些都是大话 就是说 人是不好的 我不喜欢他 也都不喜欢自己 也都做得不好的 这些都是不好的思想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很多人有的就是 情况不好 我就一定要犯 这是很多人都有常有的情况 其实越犯 后果并不会改善 所以我们不能容许这些负面的思想停留 否则就会有负面情绪 自己有痛苦 其实通常情绪是由思想开始的 就是说信念 有这个思想 人们很坏 就会生气人 因为世界不公平 就会有怨言 就是他的思想 影响他的情绪 所以我们什么情绪 你可以追回是什么原因 任何负面思想情绪 长期留在心中 都会有伤害性 可以认为情绪病 或者精神病 当你无论这些是有什么 激气 烦恼 忧伤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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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疹之类 都会长期影响我们 但人是有罪性情的自然反应 我们是有罪性情的反应 这个男人骂这个女人 这个行动 你看这个女人的表情是如何 生气的 生气的 即是他骂他 跟着他又生气 即是有时不是我们发起一样不好的东西 是别人发起 不过他受罗 他就会受伤害 他就会不负面 他的信念 他的信念是什么 他不知道 他不是特意我要这样相信 人先骂我 我就跟着怨恨 都不要紧 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不过我们要处理 这是正常的 人不会犯的毛病 但我知道 我就要处理 如何分辨垃圾 不要吃 一会会说的 信念就是觉得 人家先发生气 我们可以跟着发生气 即是 好似狗 我跟着这狗就吠了 他发生气 我就可以有反应 这个 人家发脾气 我当然会生气 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 当然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念 而且被指责之后 人家说自己 你这么笨 那你自己就万能控诉 真的笨 被人家说我笨 我真的做事不行 我真的没什么希望 人家说了这些说话 我们受落 即是吃了垃圾 他的埋怨 我们就会自己 埋怨自己 自己控诉自己 那就一路受伤害 总之凡是垃圾 人家骂我们 我们受影响 或者我们 指控我们 或者人家 看小我们 人家不跟我们玩 小时候也会有 不跟我们玩 于是 我们就会不开心 到了大国的时候 人家不接受我们 我们又会不开心 这都是需要处理的 还有呢 就是 当人喜欢数人 这些不好 总之凡人不好的 都是有不好的后果 自己就会有很多自责 就是自己就会 唉 就是 当一个人说人不好的时候 他都会说自己 他会说自己 其实一个 喜欢指责人的人 他自己都会有很多的控诉 还有呢 不靠神 自己承担 亦都有压力 这个就是另一个后果 就是说 我们靠自己 我们什么都靠自己 顶住 我们不敢 不愿意说出来 不愿意求助 这样的时候 靠自己 顶住 亦都有压力 期望高 也会失望 希望家人更加生性 乖 乖 好 事实上他们是不乖的 很多地方不好 那就会失望 那你说 那家人肯定是有期望的 是有 不过这个就要衡量了 譬如你家人经常都骂人的 你会否期望他好呢 不骂人呢 但是人好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哇 他经常骂我 真的激到不得了 所以我们要调教我们的期望 当你知道一个人 他整个问题的时候 我调教 我知道他不会 忽然间改变 我就接受他 我就不激气了 我试过 曾经我在医院做过院牧 同时我在教会侍奉 因为院牧是支持我的事奉 因为院牧是支持我的事奉 支持我的生活 当时有一个基督徒 在医院做过院牧 其实那个医院里面有好几个基督徒 那些基督徒不敢出声 是基督徒的 但是我知道他是基督徒 那我走过 其实我是什么人 我都叫的 全医院我走过 全部都称呼的 那我就每一次走过的时候 我都叫他的名字 但是每一次他就这样 我叫他名字 早晨 然后他就很快地按摩头 早晨 然后很快就自己做了事 是没有例外 每次都一样 那我心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大家都基督徒 可不可以友善一些呢 那我就发觉 始终没有改 那我就开始调教 我远远看到他 我的心就准备了 一会儿他是会这样的 那我走过去叫他 他就是这样 很快地这样 那我又转身 我就多谢耶稣 不要紧 耶稣对我很好 我不用给他影响 耶稣关心我的 我可以有喜乐平 哈哈哈哈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不期望他会跟我打招呼 应该是他有打招呼 不过那种急速的打招呼 我不期望他会改善 我就由得他了 就是我接受了 接受了之后 我心就无激气了 还有他挫施 我又要寄怨 那又会有奋恨 人很多时候会数算人 他又不理我 他态度又不好 他又不记得我 他又发怒 他是欠我的 他又说闲话 他又帮我 就是夫妻 其实很多就是 继续继续继续 所以就算他不好 是否我们要继续继续 其实我们应该尽量放手 继续有个好处 他会不会改 不会改 所以放手 算了 都没什么用 继续继续有害 其实这些是毒物 是会生癌症的 这些东西 记住 是会生癌症的 好了 还有想匆忙 都会有压力 是吧 但是急的时候 很急的时候 亦都有压力 那你真的急 你真的要快 我试过有一次 一个周围 是要讲五篇道 我五篇都没做 没做好 就是有些想过 我当时有点急 但是神就提醒我 你有五篇道 你不能够一起做 你只是做完一篇 做第二篇 你最多就做快些 当时神给了我这个意念 很简单 于是我就第一个做 不要想过四个 最好做 我就尽快去做 我当然不能像平时做得这么久 我做过一个 那就做第二个 即是说你有很多东西做的时候 有些人又要做这个 又要做这个 又要做这个 就越做不到 有些人就觉得 你做不了 做不了 但是如果你 即是说 五样 我都不能一起做 我就做一样 做一样的时候 你当没有其他的 你就专心做好的 专心做好的 然后做第二样 其实很多东西处理都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 因为有不同的事 要处理的时候 他就会急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有很多事要处理 有多少人的问题都好 你只能够处理一样 到第二样 不可以 没处理好 都不能处理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不是那么好的仇 不是那么齐全的仇 都 你只能够交货 即是你无论 你做的是什么工作 好了 其实这里我一直说 一些不同的因素 引致人贝有情绪化 就是从坏处上 人很容易 比如一杯水 有人说 哇 有水音败 真的好了 有些人说 有没有搞错 背一背 这么少 这样的时候 心态就很不同了 比如说 有几个人一起传呼 哇 感谢神了 有几个人一起 不得教不少 整个教会这么大 那几个人呢 当我们看负面的时候 就会灰心了 但如果我们看正面 感谢神 你要改变 感谢神你有这个心态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改变我们的心态 什么都感恩 什么都数算好的 什么都说神会帮我 那你呢 人就轻松了 那就享受一点 对不对 贴上来 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是借恩 提前六章八节 只要有衣有成就当之族 就是说 时时的喜乐 整天都开心 是很重要的 因为开心 你有力量 依靠耶稣的开心 不住的祷告 整天祷告 凡是借恩 多谢天父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借恩 我们有衣着 感谢神 有食感谢神 有家里住感谢神 有家人 就算他不好 他起码都有做一些东西 对我们有好的 感谢神 见到基督徒好 感谢神 他们真的有爱主的心 感谢神 就算有那些没有爱主的心 他都肯回来 感谢神 他都肯回来 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好的地方 整天都感谢 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欣赏 就像这个Mouse 或者这个电脑 这些Mouse 电脑不是神做 不过那些材料 全部都是神做的 神有橡胶树 可以有不同的东西 有金属 可以做到这个电脑 还有神给人有这个聪明智慧 会发明电脑 这些都是恩怜 什么东西都看到 都感谢神 当你有水喝 感谢神 喝的时候舒服 有东西吃 感谢神 真的好吃 什么都享受 什么都感谢 人就开心很多了 还有 无意的负面想法 有时候不是故意的 不要以为一定是故意的 才是伤害 你无意不知为什么不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试过 不过你追回後 可以再想想 像那次我去到买东西 刚刚关门 想回原来因为我买东西 原来那个人跟我说句话 原来事情不顺利 原来他顺我颈 我就不开心 我又知道他什么 有些人说 他顺我颈,但我不开心 真的不开心 但另一方面,兩個人的意見當然不會,當然有不同的,不要緊 他不是說他有意見,我有我意見,我有我的做法,我不一定受影響 那時候就用了一個正面的看法,即是不要緊 他說我怎樣?在空氣中會消失他的聲音,是不是? 空氣中消失了,不要緊,不用抓緊他,不用整天想著 人就鬆了,是不是? 其實每一樣問題總有解決方法 就算真的有一個人有絕症,那是什麼解決方法呢? 做好你要做的事,就預備上天堂 你有什麼要做呢? 那你煩又沒用,你做好你應該做的事,就預備上天堂 最難最難的,都是這樣 還有抗拒神,即是說,有時人是不知不覺 基督徒都會抗拒神,為什麼要抗拒神? 神要我做這麼多事,哎呀,神的要求很高,很難 又要我祈禱,祈禱又要看聖經又要傳福音 即是有些人會這樣想的 是真的會這樣,那種負面感覺彈出來 又要祈禱,即是會有這種負面想法 這些都是對於我們生命是有傷害的 詩篇16篇4節一起錄 以別臣代替而言,他們的仇不必加側 總之對於神有任何負面一定是有傷害的 當一個人在裏面受傷,哎呀,他傷害我 不要輸人,低沉,有失敗感,有壓力,有自卑,自己慕容 抗拒神,抗拒人,無論是什麼負面 隨便有一樣,都會有破壞性 但很多人都有齊,很多人都有齊 哎呀,有受傷,哎呀,那些人那麼碎,又很難搖說 即是全部都織在一起 其實要想想,我們裡面裝了多少垃圾 垃圾好不好?垃圾一定是不好的 人心可以有很多垃圾 人心被萬物都鬼詐,壞到極處睡能識透 就是人心很多鬼詐 我們靠主真正處理,我盡量祝福人 我不計較人的不好 而書的鎖匙是什麼呢? 就是看淑他,其實他很慘,他受到負被人傷害很多 我能夠看淑他,我接留他,愛他,關心他 不要緊的,他做的事不能夠拿走我的事 這個螺旋式下降,就是什麼呢? 當有負面思想或情緒,不處理第二 第三就是不開心 第四就是自我批判,哎呀,我都搞不定這些問題 然後又負面看人家真是碎 第六就是講負面話 第七就是失敗感,覺得很失敗 然後粉絲就做憂鬱 即是凡是一件事不處理,就會一直落,一直落 是越來越深的 這些是可以拆解的 每一樣拆解,逐樣拆解 這個拆解我們輔導的時候會幫你 但是我們不能夠逐樣拆解 是需要你日常生活 一發現自己有什麼負面,立即處理 這就是一個鎖匙 即是發覺自己有些意念 是不合乎聖經的 我們不要說那些人叫我這樣做 我應該生氣他 這個是不好的勸告 即是世人的勸告 甚至基督徒有時候 好像他那樣,當然是生氣他 當然不要再原諒他 基督徒都會說這些話 因為不是個基督徒都愛著的 所以不是基督徒的勸告一定是對的 我們是要看聖經怎麼說的 我們要處理我們裡面的 需要馬上化 即是一個人可以由不喜歡 就憤憤得平 就寄怨,就抗拒他 就有苦毒,想報復 就攻擊性行為 其實是一連串的行為 有時候人的報復性行為 不一定很嚴重 可以是怎樣 挖他一下 不理他 一見到他轉頭 可以是這麼少 有沒有試過 不想見人 不想跟他講話 見到他有一種厭煩的感覺 有沒有試過 見到他就不喜歡 有些人見到很開心 見到不喜歡見 其實就是需要化解 好了,容易有負面情緒的原因 第一,我們讀黃色字 罪性情 第二,周圍的人的負面 第三,覺得是正常反應 第四,太難處理了 第五,身來我容易有負面情緒 第六,不相信耶穌能夠幫我 很多人為何有負面情緒 就是因為他的罪性情帶來負面 就是他的罪性情帶來 而周圍的人都是這樣給他影響 這是很多人的原因 就覺得負面是正常的 第四,太難處理了 真是很難不煩 真是很難的 那你怎樣呢? 起碼第一,逐樣撕走他 譬如他做些什麼 我不要想他 放手,那些是垃圾 放手 你不能一下子扔掉 逐樣逐樣撕走 很多人就會繼續反覆思想 反覆思想 又不知道 他這麼壞 我真是生氣他 我真是不喜歡他 真是很慘 有些人就會這樣 反覆思想的時候 裡面就越來越多這些東西 香港五分之一的人 是有情緒的問題 其實是真的周圍都很多 其實我們裡面是有個戰場的 罪聖情和新聖情在鬥 有些人是那個新聖情 完全是不知道的 譬如說 他這麼壞當然是生氣他 就是那個罪聖情 完全是罪聖情 完全沒有 耶穌叫我不要生氣 我搖樹 我去看書 就是完全一打 他立即倒塌 完全沒有反攻的能力 但有些基督徒是強壯 他立即知道這個不對 我不可以繼續這樣做 而新舊聖情在鬥 在裡面鬥 而我們 神的恩怨是會幫到我們 就是神的美善 神的美善會幫我們 在這一陣子 我就 就是講到處理方法 第一就是一定是神的美善 經常想著耶穌的我 耶穌愛我的 耶穌會照顧我的 耶穌會祝福我 耶穌為我生冤的 生冤在我會報應 所以你的仇敵 無料就吸他喊 破料就吸他喊 神會報應 我們不需要去心急 不需要想 以及親近神 耶穌給我力量 這就是一個得力的內容 另外就是 德性無報告 我希望大家記得 德性無報告 第一 留意 留意到自己 我被人影響 我正在發脾氣 我正在生氣 留意 第二就是破壞性 他一定有破壞性 第三就是聖經處理 就是聖經教導 以善性樂 祝福人 不要計較人的錯處 人能版本是怎樣 第四 親近神 第五 選擇順服 大家說一次 第一 留意 第二 破壞性 第三 聖經處理 第四 親近神 第五 選擇順服 有一個簡法就是 一、四、五 德性三報告 就是留意 第四 親近神 第五 選擇順服 當你知道 那人有破壞性 知道聖經怎麼說 我們就處理 但很多時候 我們不肯 因為不拒 不拒 他這樣對我 我當然要報復 我當然要起碼他 起碼掘他一眼 不理他一段時間 讓他滋味 這就是我們裏面 發覺有這種情況 其實 有些人說 這樣才能教到他 我什麼事發生 我都是一樣 那麼好 他就學不到 其實未必 我太太有時見到 我有些衣服 他就這樣跟我撿 他未必出聲 他有時會告訴我 有時他會跟我撿 當我知道的時候 我會留意到 我下一節會記得 撿他的衣服 即是說 原來他做的事 不是代表會令我 繼續濫用他的幫助 但有些人說 你這樣 有些人會欺負你的 我們可以找方法 他欺負我們 我們可以找方法 我們可以提他 但這就是如何自衛 如何處理每個人不同 有些人提得越提越壞 你一提身他做 反而跟你罵 一陣子 跟他撿完 還好 不用多想 這可能是最好處理方法 有些人可以跟他說 大家分工合作 跳褲褲褲褲 或者他做的時候 你馬上欣賞他 這就是想過處理方法 但第一件事 最重要 未處理就是 我不給他影響 第一件事 就是我不給他影響 就不是被他打倒 然後很煩惱 如果是這樣 我們一生有很多傷痕 我們一生有一本書叫做《末日決戰》 他就說到 在末日的時候 其實魔鬼是不斷攻擊基督徒 有很多基督徒是怎樣的呢 是打到傷了 為什麼呢 經常被人攻擊 他也說到邪靈 背在一些基督徒身上 就攻擊其他基督徒 你又沒有做得好 什麼什麼不好 然後他跌倒 就踩進去 你看看你的犯罪犯 即是說 就算基督徒都會攻擊人 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於是很多基督徒受傷 他們也說 有些基督徒 就不知道要和魔鬼爭戰 於是他們就隨意犯罪 只是玩 但那些真的打仗那些 沒有受傷是很少的 即是提醒 原來基督徒很少 是真的處理好裡面的 而人家有力量去面對 我們才能夠將人 從魔鬼的手中救出來 去祝福這個世代 復興這個世代 你想成為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為什麼 這麼多教導處理生命 怎樣 教導活在神的愛中 處理生命 然後去祝福人 你祝福人的時候 看來改變 好像今天這個姐妹 哇 有喜樂 昨天那個有喜樂 一看著 那些人改變 哇 原來神可以這樣用 我們神這麼大能 那我就不要給那些垃圾影響了 對吧 那很重要的是 分辨什麼是垃圾 首先 你周圍的人 有沒有知道 他是周時都說垃圾的說話 他口出很多負面的說話 你知道哪些人會這樣嗎 有沒有分辨到 你一定留意到 你知道的 好了 你分辨到 那你回家的時候 你還沒進門之前 神啊幫助我 他說什麼負面說話 我不用計較 當我一說的時候 你都不要覺得他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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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這樣想 是不需要這樣想的 不要緊要的 他口大也不要緊要的 不能死的 這些說話 在空中 一秒鐘都沒有就消失了 我不介意他說完 我不介意 不要緊要的 我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基督徒 他對於聖靈工作 是不接受的 但有一個牧師 他接受聖靈工作 他就想我幫這個人 我又幫他 他當時是為他祈禱 他是接受的 但後來我就跟他說 因為他四處去 他做報道工作 他四處做報道工作 他就告訴我 他去一個教會 很多時候有他講到 我說不如你也介紹我 這個不是香港的 介紹我去那裏 或者可以祝福他們 他又說好 那我就去吧 那去的時候 我跟那個牧師聊天 那個牧師說 你做甚麼工作 我說我就是訓練人 侍奉 復興他們的生命 更新他們 成為宣教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說話 我回來 這個人就找我和牧師一起說話 他說 你告訴別人 你復興你很聰明嗎 人家的教會這麼大 你復興人的教會 你聰明過聰明嗎 我一看 他不太接受 但我再跟他解釋 未必是好的 那時候我就沒有甚麼出聲 我跟他說 我都不記得我怎樣 我真的不記得過程 總之很久很旺 多謝你 他就走了 接著牧師就跟我說 你復興你很厲害 他在說你 真的沒有甚麼反應 你不是又激氣又懵疼又怒躁 為甚麼 因為我要分辨到他 我知道他不接受 他不接受 他不接受 如果我更加 你看那些人 華盛聯聰會 沒用的 立即發脾氣 我更加立即 在他面前有我的見證 所以我立即處理了 由他講 不緊要 不死得 那些說話 不是這樣 我就會被他傷了 我不介意 是想要不介意 所以大家回家 你家人又說了負面說話 你就回去操練 我一說一句 不用那麼緊張 不死得 不用一定要不服氣 神會給你 並且你愛你的仇敵 神會更加祝福你 你就跟自己說 我善待他 神就喜悅 這就是一個處理方法 就是你分辨到這個人 你分辨到他的說話 凡是不好的東西 就不要受落 神也給我一個圖畫 就是怎樣 如果瘋子在街上罵你 我試過真的有好事過 走過去 圓圓不認識的 過馬路 我又過他 他又過 然後 我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我又不認識他 他走過去 不要緊 算了 沒所謂 我們會很快放手 沒有人會回去想 十天十夜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知道他有問題 但是普通人 他不是有問題 他不是瘋狂 但是不需要瘋狂 罪人便有問題 就是分辨 罪人便有問題 有些是大罪 有些是嚴重 有些是沒有嚴重 有些人都罵 什麼事都發猛症 我知道他是那種 我就更加小心 有些人真的 你不可以提他任何事情 不可以勸他 一勸他 反而更多事情要吵 有些人可能可以勸導 我們就用引導方法 我今天不是說一樣 但是總之就是我們知道 有些人我們處理不到 有些人說話 我不用放在心上 反而我輕鬆 一直想著 耶穌愛我 耶穌很歡喜 耶穌歡喜我 我這麼興散 耶穌歡喜我不介意 神會喜悦 我先求神的國同與義 這一切會交給我的 我們就會學習到 不給別人的 你就學習到 從早到晚 其實我自己很 我真的刻意 我經常都進行這個狀態 感謝耶穌阿里路亞 哈哈哈哈 那我未必會笑出來 就是在我裡面笑出來 就是整天盡量在這種狀態 那你如果發覺 你祈禱的時候 心裡偽住 神會幫我 放鬆一點的人 輕散一些 放鬆一點的內心 很重要的 不餓死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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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不服氣 大家有否有些問題 想問 就是 牧師 你覺得很容易 我有一些情況 你真是不可能 可以 真是很難的 有沒有大家想到一些情況 你覺得很難搞 你可以說出來 我現在回答你 阿神,你幫我把那個拿過來 我待會要勤大力做釋放 不用搬出來,把他拿回去 或者把椅子放在那裏 有沒有人想問 關於這方面的如何處理 我想說,不過我跟牧師有關 你不用說名字,不用說教會 不只是說有這樣的情況 你說吧 是正在錄的 你說一個普遍的情況 千萬不要說名字 你將那件事情盡量簡化 不靠 我覺得那些是 你說要放手 但如果那件事 我又刺爆他 他又繼續這個情況下去 我怎麽要遙書呢 因為我家又失落 所以我需要人幫忙 我就找了一個牧師 介紹一些人來的 我不是很懂計錢的 我寫工作是百五元個小時 他說,你而微之急 我跟著那些姊妹 又請了百一百元個小時 我想說 又沒有人來做 因為我家是老人家 那些人又怕你 我便出聲說 找個百五元來吧 以前那個是百元的 但後來也不肯做 可能害臭 我大後來找了一個姊妹 我說不行,沒試過 你盡量簡化 即是情況困難在哪裏 他真的介紹了人來 那百二元個小時 但我不知道計數 一年之後 我發覺我給了很多錢 而且是不合理的 跟著那個姊妹 我跟她說 可不可以計便宜一點 她說不行 我心想要給八十元 但她說 她說一百元個小時是不行的 我一定要八二元個小時 其實那個牧師一開始介紹的時候 就說這個人是拿了中門的 叫我不要出聲 我自己沒有空地 就甚麼都不理 我只是有人來做事 所以到現在我很公氣 很公氣 因為還要聘請她 而那個牧師就好像炸不肢 那樣 她還說不如不可以說 叫她收回八十五個小時 OK 我聽了又覺得有些 我要澄清了解一下 因為你初頭就說八二元 因為你初頭說的數目 這是你大家的協議 但是牧師其實如果她很深 因為其實後期有姊妹 她一聽就覺得已經是不對勞 第一她是拿中門的 價錢很貴 其實牧師自己是認識的 她後來很多WhatsApp 來往介紹一些公平的時候 是很便宜人工的 還是兩個禮拜之後 我聽你所說的情況 就是好像工資不公平 我會這樣說 而且牧師是嫁傻白瞞 她是知道我這個是損盤 介紹了她的朋友來做 我聽到你所說的 我會覺得這樣 這是一種交易 你想找人幫你 她收的錢 我會這樣回答 這是一個協議 是一個安排 這件事是沒有說多少是要對的 你不對你就不用它 其實這件事就 如果關乎到這個價錢 你不對價錢 請不到人 所以才在這裏告訴我 一百元那種行不行 你請不到人的時候 你用貴一點的價錢 這件事就 這件事叫做無德 如果你的價錢是對的 總有人去幫 當然有人去願意做的 至於你說牧師 詐傻白瞞 這件事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因為你和我都不是 你會看到他的心 好了 他如果是 我就會說 這件事在神的手中 這就是我們被人欺負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真的被人欺負 有些是實際欺負 有些是以為欺負 譬如他們真的不要欺負 但我們以為他欺負 他真的實際欺負 第一 我們可以避開這個情況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都說 神你會補償給我們 就是先求神的國 和祂一起加給我們 為何不受傷害呢 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時候 是會有人利用我們 是會有人利用我們 我們不是要事情順利 我們才覺得公平 我們才覺得開心 這個世界是有利用人的 我們在被人利用的時候 你可以避開就避開 你不可以避開受 你只能夠求神去補給你 為何這樣呢 當你損失但又生氣的時候 你會繼續損失 我所說的就是 無論我們真的損失 譬如有些人跟我說 有這樣的情況 被人騙了很多次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真的那件事是證實的 你可以告他 如何處理 但又證實不到 那時候怎樣呢 只能夠放手 有些人騙了你 真的騙了 真的騙了 你拿不回來 我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你給我 但我們經常說 一輩子都騙了我 我真的一輩子都怨恨 那苦就不僅損失了錢 是以後都受苦 但現在我繼續要請他 因為我的工作是重要的需要 我沒有錢 但這件事 我可以告訴你 這是一個公平交易 你不能夠說這是錯的 如果價錢是高的話 我也覺得價錢是高的 你自己找其他方法 因為當你處理到經濟問題的時候 這也是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我們怎樣處理 管理好我們的經濟 能夠得到幫助 其中人的平安喜樂 都是我們管理生命的 就是我們管理我們的經濟 管理我們各樣的東西 當我們用錢 用得太多的時候 結果後來就會有受苦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才有人舉手 為什麼 第二是深信 我有什麼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情緒 是要破壞性 就是知道他破壞性 因為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是要生氣他 他這麼壞 我要生氣他 他不覺得是醜 他不知道有破壞性 我們要知道這個破壞性 還有沒有人想問 還有沒有人想問 住的家人 其實真的避無可避 是的 可能會 不是明不說 可能會 一時又很好 但一時又無端端發脾氣 但是鬧情緒那種 無端端的 或是瑣碎事 可能就這樣 倒了一點點菜 就生氣了 但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發脾氣 他是無端端的 一時又會對你很好 又會很友善 你很難捉摸他那個情緒大力 又要叫他投主 那真的很難處理 自己都會陷入這個 很pustrated的情況 那應該怎麼做 這也是我所說的分裂 譬如這個人 他也有時會發脾氣 他有善良的一面 但他也有罪性的一面 我們就學習 譬如說 你倒死東西 然後他就發脾氣 我便分辨到 原來我倒死東西 他會發脾氣 他發脾氣 其實這件事又不能死 即是由他罵 他罵 我罵 對不起 我弄乾淨 他罵半小時 對 罵半小時 對 罵半小時 罵半小時 是怎樣的 我們當中有些人 家人是這樣的 罵半小時 能夠做的 你罵幾個選擇 一個選擇 是跟你罵過 另一個選擇 是很煩 自己又不罵 不過很煩 很煩 第三個選擇 就是說 他是這樣的 他說話 他當小朋友 其實他還未成熟 有人會這樣罵 其實他還未成熟 我接受到他 這些說話其實是垃圾 我就不介意 由得他說 不容許我 總之聽到 不容許我 在罵是很不舒服的 不過我們就放手 不介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更快地放手 為何在討報當中釋放自己 這個 就是這個得勝無告 我留意到 我知道我為聖 聖經觀念就是 人能把我怎樣 詩編118篇第六節 詩編118篇第六節 有些人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樣 他罵就罵 我又不死 即是 分辨到這些說話 不用那麼介意 然後就 親近神 神幫我 放手 不用介意 由我選擇 我選擇 這是要操練的 在我經歷聖靈 神用了十年時間 叫我操練這件事 我就學習處理 以至我能夠 後來有這個教導 都是神一直用時間 一直教我這件事 就是 有些人的說話 就是我們分辨到 他知道我講那個人 和我講話 在牧師面前說話 我就分辨到 然後我就不介意他講話 不要緊要 他不能死 我都試過被人討厭很久 在我心裡 神就是要我面對這些 被人討厭很多很多 他一直討厭的時候 一直說 謝謝耶穌 謝謝耶穌 不是這樣的 謝謝耶穌 耶穌真的好 謝謝天父 他一直說 我一直看著他 但我一直不讓他影響 這個是很難度高 我就是說 垃圾我沒有吃 他一直給我垃圾 我一直聽著 我一直祝福他 神啊你釋放他的力 或者我說一些智慧的事 有時候說 你說你說得對的 我會很留意 多謝多謝 我會留意的了 我會留意的了 就是盡量緩和他的情緒 在神盡量緩和他的情緒 而不是加強 OK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如果有些人是暗中去做些事情 我會留意的 你會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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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我都有 因為我在傳統教會出身 我以前有教神樂 我也是牧師 但我經歷聖年之後 是被攻擊 其實很多人在背後說話 那時候也有兩個先知 不認識我的 一看到我就告訴我 那些人在攻擊你 但是神給我 神是我開更大的路 祝福更多不同的國家 我先求神的國和美義 一切會交給我 我後來離開他們的 因為我們有選擇 我們有選擇 就是說 祂不能夠將神的計劃拿走 最重要的是這個信念 神在我生命的奇妙計劃 是沒有人能夠拿走 是我可以拿走 如果我激氣怒吵 我就讓祂拿走 我不讓祂影響 我親近神 我遵從神的吩咐 祂就拿我不走 祂怎樣做都好 祂怎樣攻擊 怎樣說我都好 祂都拿不走我的福氣 如果我留在這裏 我是不是一定要受傷 都不一定 我不介意 我告訴你情況 我後來離開了 過了很多年 我這次回到香港 有一間教會 那個長老 他說 我叫牧師 你想來做牧師嗎 我說 我現在四處做宣教復興 你知道我是開放聖靈的 我來一定要走聖靈的路 他說 好不要緊 我就跟他執事 和現任牧師 那個牧師就在外國 他兩次回來 跟他全部講完 寫好了 我幹什麼 全部寫好了 他們說 OK 可以 我馬上開始做了 結果後來發覺 一講到聖靈工作 又是一樣的 在那時候 他們就有些攻擊的說話 不下聖靈的路 就要走了 我跟他說 我說我會辭職 他會有些講的負面說話 但是 我就分辨到 其實我一早講完 我後來我照做 他也是這樣的時候 由得他 但是 但是當時來說 我就覺得 可能神要給我一些 是否要去祝福這個中派 但結果是沒有這個援露 但是我又覺得 不要緊 這個讓我學到一個教訓 或者看到這個教會的情況 其實我現在來說 我都不是完全拒絕 因為這個中派 有可能我都可以進入 因為他裡面一樣 有人支持我 包括這個會長 那個會長 沒有支持我 那次我進入是因為會長 他說服了那些領袖的人 因為他看到我做的事是好的 但是我就說不要緊 多少座有多少板 神總有他的計劃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的信念 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計劃 沒有人能夠搶走神的心靈 沒有人能夠搶走神的心靈 你有這個信念 你走完神的路 他就沒有人工 他講功的好 其實我都不知道 他們背後講了多少事 我都不知道 但是有什麼所謂 他講不了 我又不死 我又照樣侍奉 神總會給我開出路 神會因為他而封閉我的路 但是我犯罪就會封閉我的路 但我就不去犯罪 這個就是 他會不拿走神的因念 這個就是信念 神是掌管一切的 當彼拉多 他說 為何你不回答我 你知道我可以放你 又可以釘你十字架 耶穌說什麼 如果不是從上頭接給你 你毫無權兵辦我 耶穌很相信 沒有人能拿走這些 有時候 他因為你很暗中 他又不是正面地跟你說 我都很多人暗中 你講話是指喪麻煥 你又不可以說回去 他就在那裡冷心 不要緊 問題就是 我有堅定的信念 神會祝福我 總之我做出來的事是對的 有人背後攻擊我 有他 就算他指喪麻煥 那裡說 也不是說我 他沒有說我 但他其實是說我 那時候 我求神給我 如何回應 我可以不回應 因為他不是說我 我可以不回應 但是不要緊 重點就是 不要緊 神會給我 這就是最重要的信念 你能夠相信 神是掌管一切的 你相信的時候 你就不用怕 其實我自己 真的 在我的路 很似崎嶇 但是神為我開的路 真的很神奇 我不久的將來 我又會去歐洲 神又開路 神真的開了很多路 我去很多國家 是怎樣開始的呢 一個人介紹一個 跟著他又介紹另一個 就是這樣 神就開了很多不同的路 所以 你只要走神的路 你做到 你應該奮奮做的 便可以 先求神的國 和他在一起 沒有人拿得走 神會給你 你的心 就會輕散 不要奮奮不平 不需要的 因為他拿不走你的東西 這個信念 你相信神是掌管一切 因為是他掌管一切 是神掌管 因為是仁掌管 你相信神掌管的時候 就在生命中 他怎麼說我 我又不死 他怎麼說我 就由他去說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相信 是不是他說了 那些人 就全都相信他 那些人會不會全相信他 譬如有人攻擊你 不一定的 因為人們不會有分別的能力 有些人經常說 人們不代表人們會相信他 就算他相信 不要緊 神總會安排有些人相信我 這個就是 相信神 相信神 跟從神 就是一個鑰匙 如何得到幫助 今天有個詢問問 什麼叫做 先求神的國 和神經 OK 先求神的國 和耶穌 第一就是神的國 就是希望更多人不信耶穌 祷告 祝福更多人不信耶穌 和行動 傳福音 第二 神的國是什麼 就是耶穌 神掌權的地方 就是祂的國 就是我心 完全是神掌權 神話事 神話什麼 我就做什麼 那裡就是神的國 如果兩個人 一個是想更多人信耶穌 第二 就是神在我生命中完全話事 在我家庭上完全話事 在我教會上完全話事 我做什麼都是神話事 那時候 和追求神的義 義就是遵從神 就是義 遵從神的介明 就是 我關心神的國 和讓神在我心中掌權 在我所有接觸的人都掌權 和我遵從神的吩咐 那時候就是先求神的國和義 這一切就交給我 總之我走神的路 神就祝福我了 希望大家都會深信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OK 其實我 因為時間關係 我本來想彈琴幫大家做釋放 又可以分組去討論一些情況 如果有人敢對你 要怎樣處理 因為這個都很重要 不如我們現在做這件事 因為一做了彈琴 時間又沒有了 OK 我們現在一起祷告 聽我顛覆 多謝你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受很多傷害 很多人做一些事情令到我們不開心 或者我們自己會想一些事情令到我們不開心 我們自己有些煩惱 有些自怨自危 我們自己有些說自己不夠好 我們對自己的指控 受人的影響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能夠處理這些事情 以致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不被人影響 我們的心裡面是完全輕省的 走上了神的路 充滿了神的平安喜樂 我們不介意別人攻擊我們 因為他不會拿走神的恩典 我不需要懼怕別人的攻擊 因為神會補給我們 也都求助我們 能夠處理到我們的傷害 有些人傷害我們 我們去回這個情境 去看出這些人 其實他傷害我們的人 他們都是受到很多傷害 我們就看出他 我們就祝福他 要恕他 我們就放手 我們愈想到他的事情 我們愈放鬆 愈放手愈想祝福他 我們的心就愈得醫治 幫助我們 在平日都多處理自己內心的負面的傷害 和負面情緒 負面思想 讓我們完全得醫治 感謝耶穌 祈祷福耶穌聖命 我都想說一說 我自己是很多時候這樣處理的 洗碗 走路 乘車 有時祈禱 就會想到一些人以前對我做這些事情 我想到一些事情 或者我對一些人做過的事情 我想到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他 其實這個人 他傷害我 或者我傷害他 其實都是我們有罪 他都是受到傷害的 我的心就會延述他 看穿他 我愈多次這樣看穿他 我就愈覺得他可憐 我就愈想祝福他 我就說如果我見到他 我真的愈祝福他 或者有些人我見不到的 我也會說 神啊 我有做錯的地方 求祈禱我 以後我對人都更加好 總之我在不同的情況 一想起那個人 我就會處理 處理到 我真的心都鬆了 對於人完全鬆了 有什麼人不好的 不要緊的 這些人的弱點 我都可以放手 可以接納的 我的心就不給別人影響 這是我們平日可以很多次去做 做到自己鬆了 譬如你的家人 有些令你很激氣的 你做到完全鬆了 想到他都會祝福他 你的心就平安了 否則我們一數到 很多東西 你數到極都數不完 你想有公平 這個世界是沒有公平的 神有公平 但是世人是沒有公平的 你期望公平 你會失望的 做成功 你選擇 我來做那個人 怎麼不在之下 我去看見你 祝福你的心